大家好,我是六年上班的中佳哲 今天我要推薦的一本書叫做不上補習班的第一名 主要內容是 李小米是一個五年級的小學生 他媽媽總幫他張羅好所有的事情 從來不讓小米分擔家事 小米也很依賴媽媽 什麼事也沒自己嘗試做過 也沒有什麼心緒 整天懶洋洋的過日子 補習班特別多,但成績還是不好 有一天,班上找來一個信用學叫做自律 小的是還住在小米家的樓下 他跟年邁的奶奶相依為命 所以像個小大人似的,什麼事都不依賴他人 他沒上補習班,成績還老是第一名 小米很好奇 就試著接近自律 原來他發現自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小米和小米的媽媽也嘗試著改變 我為小米從一個男洋洋的小女孩 變成一個獨立自主不依賴的好女孩 而感到欣慰 也因小米的媽媽對小米的教育方式改變 而感到高興 當你讀完這一本書時 你會發現你收獲的很多 你不但能感到知道自律的重要性 還能愛上這一本書 而感到學習很輕鬆 而且可以學到一些學習方式 這裡頭的經典詞句 優美詞語有很多 它很適合我們讀 這本書讓我知道一個名詞 自律性 就是指不受他人的約束 而根據自己的原則和判斷 完成某一項事情的個性與特質 少年時期的自律性 是邁向未來成功的 是非常好的資源 快來和我一起讀這本書吧 大家好 我是6月參觀7月 我今天要介紹的書是 動力有怪獸 在一天 有一隻累壞的兔子正要回家休息 忽然他看到動力有隻動物 兔子非常害怕 他請了攻擊狐狸和大雄都沒有用 直到蜜蜂挺身的書 才解決這個大麻煩 我介紹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方面很有趣 內容也很豐富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張又成 我今天要介紹的書是 屁屁偵探消失在暗夜中的巨人 有一天 屁屁偵探和布朗到幸運貓吃點心 店裡的小林小姐說 最近有個傳聞說 有個巨人 他的身高大約是5公尺 然後有個幸運貓的常客 剛好也是受害者 他找了他和創韓朋友的受害者 一起講出被發生的地點 發生的時間和被拿走什麼 屁屁偵探發現這之間都有共通點 發生地點的路燈都已經壞了 然後時間都是在晚上 剛好那天都是多雲天 而且被拿走的東西 都是在豬兒利寶石買的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被害者都是女性 小林小姐突然大喊一聲 交給我吧 然後她就去做了 她買了豬兒利寶石的首飾 走在一條路燈壞掉的街上 然後巨人就出現 屁屁偵探和布朗趕緊跑出來 然後那個巨人就跑走了 他們追著巨人跑著跑著 跑到一半時 發現有兩個腳印 他們兵分兩路去追那個巨人 布朗先追到巨人了 說 你怎麼可以偷走女生的手勢呢 然後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往巨人腳上撞上去 發現裡面竟然有兩個男人 他們又繼續追著追著 追到一半時 發現他們竟然在擺地攤 布朗說 你們很卑鄙欸 然後布朗 然後那個巨人就說 你在說什麼 你在做夢嗎 屁屁偵探就說 在這裡擺地攤 是為了確認誰在豬兒利堡時 買手勢 然後對他們下手吧 然後那兩個巨人就說 你在講什麼 完全聽不懂 屁屁偵探對他們放屁 他們被湊昏了 屁屁偵探 將手勢還給被害者 並且將兩個犯人 帶去汪汪警察局 這本書告訴我們 不要以為你自己做錯事 不會被別人發現 我的故事到 我的故事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哈囉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好書推薦 這次我要推薦的書本是 台灣史 有關台灣的發展 相信大家都耳熟能享樂 在課堂上已經學習了很多 但在這本書中 還是有課堂上沒教過的 你知道台灣人在五千年前 就養狗了嗎 和人嫁女兒分喜餅 布農族人怎麼分享嫁女兒的喜悅 這些在書中你都可以找到答案 書裡還有台灣與世界的歷史大事年表 可以讓我們更快速的知道 不同時間點 不同地區所發生的事件 這本書可以帶你全方位系統 認識台灣歷史 從史前到現在 帶你輕鬆掌握台灣文化 社會與經濟的大世界 關鍵轉變 如果想要再更深入了解台灣的話 我推薦大家可以再閱讀 台灣文化 台灣生態 台灣地理 對於台灣的認知可以更上一層樓 謝謝大家的聆聽 大家好 我是六年三八十四號 詹平衡 我今天要介紹的書是 小兒子 爸爸是夜晚暴食龍 我喜歡的章節是第一篇 爸爸的偉大發明 作者王文華 插畫家李小儀 出版社 親子天下 我這篇爸爸的偉大發明 內容是在講 爸爸發明了金兔、黑兔和雷兔 金兔可以用來換禮物 但是爸爸都利用這個制度來使喚小孩 讓作者打抱不平 我要推薦這本書的原因是 這本書不只內容豐富 有趣 還在每個國字旁都加上注音 方便低年級通訊閱讀 非常的用心 喜歡看插畫的人 也可以參考這本書 這本書有很多集 如果想知道內容就到圖書館借閱吧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六年三班的謝沛軒 我今天要介紹的一本書是 《諸葛亮》 《孔明》 《幼時未機》 《時效求學》的機制 充分展露他善幼智慧解決問題的才華 而他忠君愛國的偉大 秦超更是令人讚佩 他在後出詩表中寫下 鞠躬盡瘁死後不已 成了千古傳送名句 留給人們無限檢養和懷念 如果大家喜歡這本書的話 還可以去看看 這本書有《諸葛亮》和《華盛頓》 謝謝大家 我叫劉慕傑 今天我要介紹的書 叫做《丸子亭的守護神》 這篇故事在說主角福子 因為一個不小心出了車禍 而福子正是丸子亭的居民 最喜愛的貓咪 因為所有居民對福子的愛 非常非常多 於是福子成為了幽靈貓 來守護大家 有一天 福子發現夏美 去了古墓戀膽 卻被古墓可怕的鬼怪附身 之後夏美就像變了一個人 福子十分擔心 於是請求一名叫 月尾的狐狸幫忙 月尾把夏美的影子放在福子身上 讓福子先代替夏美一段時間 福子變成夏美後 鬼怪一直追著福子 還好福子身手敏捷 最後終於逃脫 月尾和福子也將真正的夏美救回 而福子和夏美也意外的能感應到對方的存在 除了這篇故事之外 還有暗黑魔女的咒語 以及召喚魔法的少年 都非常值得大家去看 作者光盜林子的想像力十足 唱作的書籍各個豐富 我可是作者的小書名了 我的故事就介紹到這了 謝謝大家